大家好 歡迎收看六環彩環節 在六環彩入面跑入頭兩名中到六環彩 全部選擇第一名在最後六場中中中中到六保獎 今次未有多保 即是很容易出現古靈精怪一場 未訂閱這個頻道我每次都會用三場三隻 兩場兩隻一場一隻 一共108個組合 大家兩元注最少買就可以216元看看六環彩 未講之前記住未訂閱這個頻道 右下角會見到四星龍珠 按下去開實心鐘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另外IG麻煩大家增加我的追蹤 我有個朋友很快已經超速飛上去很高的訂閱 希望我們都不要輸給Tammy和KK 訂閱這個IG 和大家初日前按我頭像都可以分享到IG的心水給大家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六環彩有些甚麼碼可以跟大家說 記得因為跑八場賽事 而頭關就在第三場很早就要頭注定先 在頭關因為不是3T長次我覺得兩匹都夠了 贏完又贏的見測群英有機會同班三連節 不要太看小有時形勢贊完可以再贊 至於一再入Q的赤兔後王 今次實力都不差對手算弱 靠進步也有機會幫高東尼打開聖門 將這隻馬 接著去到三T長次當然要選三隻 老馬木火同名不要太看低這些馬算強 因為上次大敗之後又有些追勢再出回來 即是說這隻馬頭久八歲老馬 有個漂亮檔可以放回中間不用留五後 高明進將這隻馬上次輸給風中徑蟲不利報促 今次看看放回中間有個二檔不用留五後又應該追到吧 怕的話可以試下有機會帶來變數的共創成果 其實它不用留五後 增程它有漂亮檔可以放中間甚至手撥位都可以 三T次關第五場多多配合上次提供了給大家 十一檔大家不相信可以再贏 容天鵬成手馬 另外甘德爾屬於轉倉是否即拼就不知道 不過賀賢通常都會即拼的 而且馬都已經五歲了 大肅王金旗苗禮得到認識得近的馬 難道去到何妍那裡沒有嗎 風中徑蟲贏完再用自己見習生減榜 初爆快活谷雖然是大燕門 不過也要他希望他不要臨場緊張 這次繼續有漂亮檔可以試一下 後面一隻就是這關 知足常樂大燕門看看布民怎樣表演 有沒有三級賽頭馬 接著那關就兩匹應該可以掛 強組有這個浪漫老窩 加上中華英雄兩隻應該穩穩陣陣 一放一追至少都有頭二 去到第八場有三隻 如果戒到尾關的話 赫火紅心有少少鬼上身 看看沈閘城找得布民來究竟怎樣搞 添開心又是打搭連折 但升到上來三班重磅 不知道行不行 看看今次抽了外檔可否解決 至於加州一部的確是養了很久 但以上季的賽果來講 應該可以走入三格 不過二檔看看有沒有打折扣 健康沒有的話應該沒事 不過加州一部本身是冷碗 我覺得可以給大家試一下 如果大家不太明白 剛才說的對馬 右手邊有些波波 大家可以參考 好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六環彩 稍後還有更多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一會再見 拜拜